中央电台 各位观众大家好 现在我们在北京首都体育馆 向您转播第二首建奥运队女子排球比赛的实况 这是中国女子排球队对美国女子排球队的比赛 美国队的主教练郎平 郎平介绍给观众的时候 大家响起的热烈的掌声 现在是介绍双方运动员上场 中国在上场的 1号王一梅 7号周苏鸿 2号鹏春 9号赵瑞瑞 11号李娟 17号马英文 美国在上场的是 10号格拉斯 2号斯科特阿务达 3号大克 15号阿姆 7号 报恩 11号桑特斯 中国队的主教练陈忠和 美国队的主教练郎平 4号 skeleton 2号 shout 5号reich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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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看这11号 这11号这是美国的主二团 是桑托斯 他现在是站在1号位 和他打对角 就是3号帕克 扣球 这个是来把时间很好 是 中队现在立分1比0 张队队篮往篮的很干脆 这就是美国队的2号 美国队的2号是 斯科特阿鲁达 就是扣球得分了 美国队这个队员 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 35岁 身高1米88 这个队员呢 曾经参加过99年的世界杯 00年04年的奥运会 02年06年世界锦标赛 07年的世界杯 是个相当有信念的副攻守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了 因为对中国队和美国队队员呢 这赵队他们所有的排号 2号者可能都比较 比较清楚 对 发球 后球球没有过 那个发球的点还是2号 这是斯科特阿鲁达 就是刚才我们向大家介绍 经验丰富的选手 现在两个队打得都比较谨慎 赵队给大家介绍 两个队一开始 都打得比较谨慎 好球 美国队的排球眼光拉开 赵队这15号 是美国队的主力的主力 对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 大家就看15号得分的多少 他得的多 中国队就被动 他得的少 中国队可能就出于领先 对 中国队对他的来往 要进行重点的研究 重点来防他 但是是美国队队的主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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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的主力的主力那些各种欠一位 十五个中的一分 这三号帕克是两米的身高了 两米的身高 这边参加过04年奥运会 02年06年是底标赛 07年是的杯 每个队篮网 篮网篮得好 但每个队七号这是副攻守 还十五号 汤姆两个队双人篮网篮住 他这个篮网的判断很好 他就说知道你要打这个球了 所以说他比赛前肯定是延续过的 然后呢就跟着你的攻守跑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中文队应该做一下 第一下做一下延续 打第二次就要会成功 用了那句 王一梅 王一梅的后攻 国家主席 胡锦涛和夫人也来到现场来观看这场精彩的女子排球比赛 云若 大人鲁王 岗王就是包括英国的蛋黄门 趕enen 但是美国的鲁王心情绪不错 因为郎篷 记者 云若 这个周围队有点紧,现在7比6,美国队第一次领先了 这球没配合好啊? 对,有点紧 打手,这10号格拉斯很有经验照顶 你看他4号尾上来以后,比没有中后 对,他看他一篮往下来了,然后他一抹这球,打手以后出现 这段时间我觉得中共队还是打得有点紧 我觉得还是应该放开,就是说有快攻机会的时候 一定要两点跑动起来打,一下第二下几个起来打 从美国队来讲,我觉得这段时间打得还是比较放开 在今天的比赛之前呢,我们访问了陈仲和,他说 昨天这个比赛输了以后,队员们确实有点心里很不愉快 他说呢,要去掉阴影,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 输给虎八队 那么当然了,这个机会那么好 输掉,确实感到有些遗憾 要求每个人要向前看 球输了,后边就更艰巨了 所以呢,这个全队的精神要调动起来 要拼每一场每一分钟 每一分 大赛就是比作风,比心态,比关键要喝出去 困难,要准备充足 美国队是强队,老队人多 这个队呢,有实力 所以,一定要摆正位置 好,叫周松宏 扣球得分 周松宏 周松宏在昨天的比赛里面发挥不错 对,他这一时间比赛打的一直都是比较正常 其实昨天比赛,我觉得虽然是输了 但我们水平还是打出来了 这是关键球没把握好,有点遗憾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要打清楚点 有战机要抓 对 好球 希望周松宏 周松宏打得比较活跃,跑得比较清楚 周松宏 所以今天比赛之前呢,中国女子排球队在练习馆热身 那时候我见到周松宏 周松宏,我说周松宏,你昨天打得不错 我今天要加油 周松宏,你放心吧 今天我一定要拼 这排子很可爱 好可爱 完强 好,叫10号格拉斯扣球 格拉斯这个球扣的下手很果断 所以他又有力量 所以打到来往手上崩出去的 美国队那段时间的比赛里面扣球啊,到底得了五分了 你看得扣 中国队扣球只得四分 好球 17号马亦文 马亦文正在时间打得也不错 嗯 他跟那个混混的配合也可以 一看没有到外在调整 红冯那球传得好 见周松宏有机会了,扣球 周松宏扣的三分了 照着您的技术统计和大会的完全一样 得三分 自己要放好球 写了 写了 所以在涨分的时候啊,八球一定要做一半 不能失误 在这段时间的比赛里面 中国女子牌都得15分和对方两分了 15分和对方两分 这扣球呢是扣了13个得了五分 好球 哎,左右开工了 又是三号 三号这是帕克 刚才让你给大家介绍 这个队员的身高是2米以上 2米01 他加过04年奥运会 02年 06年世界锦标赛 07年的世界杯 他的这个扣球高度达到3米28 篮网高度3米12 这确实很厉害 女牌的网高只有2米24 八九十五对 这是美国队 送给中国队 这十五的第四分 八十一送两个 扣球做两个 好 哎呦凶 那个防守听得好 哎呦凶 那个防守听得好 嗯 好球球出去 一号王一枚 刚才美国队的发球是找人 嗯 他找人找点 所以他发的球呢 不是很 破坏性不是很大 嗯 只要垫好 就可以了 嗯 所以说刚才那边他找人 应该说是不成功的 高位球就要打算 好球 好球 美国队三号这个高度就显出来了 是 现在美国队发球这点就是三号帕克 好的一分到位 快球 招地来往以后的保护不错招地 对 后排 美国队防守也好啊 哎呦 现在他很注意打掉 哎呀这球没拦住 太可惜了这球 所以美国队啊 他对我们的打掉 他套路摸得很熟 是 所以从这段时间看 他这个队员贯彻教练一组 贯彻狼平的一组贯彻得很坚决 所以我们这个呢 一定要做好困难准备 我觉得他应该想办法 打点时间差 或者打个位置差 对 把这个篮板给他缓开了 7号 宝恩 这个队员呢也是参加过00年04年的奥运会 02年06年设计 表现04年世界杯 这段时间在比赛里面 美国队的战术变化还挺多 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打得很坚决 对 这几个落点 框框的 对 再一个呢他对中国队来防摸得 研究得很细 研究细 这个没关系 中国队只要按照自己的节奏打 那么可以打起来的 对 那么现在因为你没给美国队任何压力 所以说他不会出乱 是 你给他压力以后他不会出现波动 中国队现在上场那10号啊是薛明 好 就7号 7号 7号 7号得分了 对 对 再一个呢就是美国队的 对我们的栏防研究得很厚 对 很成功 所以说从这来讲呢 我觉得美国队打得现在 打得比较清楚 是 对 那么作为中国队来讲 我觉得被拦击的 或者是打不死 这个没关系 对 慢慢的再还 对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把我自己的东西还在打 你还坚持打自己的快速度变的这种战术 对 我们讲到这个要发配快变的这种战术 首先呢要一团就保障 刚才向大家说 中国队这个一团呢 达到了百分之九 刚才一度啊达到百分之七十多 但是呢 它组成率 进攻的快攻的组成率多 但是 扣死率 就是成功率啊 就说并不是很高 所以这样的比分呢 并没有涨了很多 就像昭蒂所讲 那这段时间的比赛里面 中国队扣球是 得了八分 22次进攻 得了八分 这个 从攻率达到百分之三十六 一团到位了 好的 这是十一号 李娟 李娟的扣球有特点 因为他平拉开 他拉的比较开 所以说他拦网扑过来的时候 他中间就为 并不上 他就有漏洞 所以我现在还是要先打这个 是 这平拉开啊 一方面呢就是要求我落点的变化 另外一个呢就是速度也得快 我们向大家介绍金蹄快球0.3秒 短平快0.5秒 平拉开就0.8秒 如果你超过的这个对方拦网就非常容易了 现在比较是17比14 美国的影线 不能掉 现在掉是不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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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作为中国队来讲 我这个作为中国队来讲 我说还要坚定的相通主义 这段时间落后 组坑落后没关系 我们坚定相通主义 坚持打自己的东西 这烧地 给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之谈 屡次大战呢 得出了这种非常宝贵的经验 其实美国队呢 它遗传不是很稳定的 就是很有意味着它持续波动 但是你不给它压力的话 它就很顺 所以说还是要给它一些压力 美国的遗传到位率现在是58% 中国的遗传到位率67% 遗传好了 击传到位以后啊 还要看组织进行攻 组织进行攻以后 还要看自己的成功率 对 哎呀凶 它现在被飞打得比较多 是啊 所以在来马上还是要注意的 它打得很顺 我觉得打得比较清楚 但是 今天美国队的主攻复攻 整个发挥都不错 对 今天从这段时间来讲 我觉得打得都很清楚 而且主攻复攻 该打该掉 对 该来刚打一百一眼的 欢迎美口头得分 好 护肯定来的好 来的漂亮 10号选明 那个薛明是跳了两次 第一次被那个 晃了一下 然后接着再跳第二次 所以说要 就是要这种进击 我第一次被晃了以后 我接着再跳 还有希望来找的 薛明那队二十一分 是高1.93 还是不拱手 这个队员的特点呢 就是他篮网特别好 因为自信心也比较强 他没有明显的弱点 哎呦 双快打败快 对 二号 阿鲁达是打得很快的 是 阿鲁达这个队员太有信念了 太有信念了 他毕竟参加过 这十多间奥运会了 是 到底美国队 基本上是老队员组合 对 所以说我说 现在美国队的节奏很正常 节奏正常 他接着要打好自己的防反 啊 7号周苏虹 周苏虹这个姑娘 确实大家都很敬佩的 他虽然有各种这样的困难 他战胜了这些难处 自己勇敢的又回到了拍球场上 而且呢 发挥的相当好 对 他其实是做了 吃了不少苦 是啊 实际上 确实是意志挺坚定的 挺坚强 好 好 对 抓住反击 抓住反击的机会 打好球 跟这个王一梅啊 王一梅现在扣球是得了四分了 扣球得了四分了 得了四分 这段时间呢 就是王一梅扣球的 那个周志宏跟那个马云文 这几个打得 我觉得应该 十一号 在四号打得挺拉开 表示说 应该说从我们来讲 打得还是 打得感觉到有点紧直的 因为美国队的节奏打得很好 所以说我拉着 对 好 我给错一下 对 好 我给错一下 好 我给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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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区民来得很清楚,他倒了下手,他这手要不倒的话,他这手就打过去了,他倒下手就好拦住了,最好倒住里头了,有个对换人。 美国队的6号,美国队的6号是自由人,这是代归室。 所以我把手发好,因为最好长生的时候。 哎呀! 在抓一弓。 比较客气大家。 像这种比赛,强队比赛20公分以上的球是不能随便输的。 是啊! 摔着他往, 美国队十的号, 从二号横扑,摔着他往把球拦住。 这个拦着,拦着嘛,是几条时间挺好的。 是,凭左断的。 中国队的战略是在比赛里边,拦了18次,拦住4次。 这个比值呢是4,比值是4。 所以平均值是4。 这个是稍微再稳一点。 是。 对,他3号的开往也很厉害。 对,因为他这个个子在那放着呢。 他今天就是似乎少了。 那天跟古巴对下,他似乎就比较多。 美国就现在换5号上来了。 他等于又加强后排防守,他等于是放自由人在后排。 对。 美队发球这队就是上号帕克。 中美两国女排几乎每一届奥运会都较量一番。 那么共交战了6次。 中国女排是4。 4次胜2负。 但是在距离本届奥运会最近的一次交锋中,中国队1比3,输给了美国队。 在84年的奥运会上小主赛是1比3,输给了美国队。 但是决赛3比0,输给了美国队。 在96年的奥运会上,中国队小主赛是1比3,输给美国队。 第10号,薛明。 但是薛明这个环节里面打得还是挺不错。 比薛明他第一次参加这个奥运会。 那么我觉得他从前面来讲,他这两年进步比较快。 就看着他往上涨,提高继续。 提高继续。 先发觉这点就是薛明。 那球拦得很好,他那球拐都拐不出去。 是啊。 每个队1号是看马迪,前线1比85。 现在比较24比23。 现在是关键的时候。 关键的时候呢。 这个展厅完了以后,上去发球一定要发好。 不管是哪个队发球。 一定要把队发好。 因为队发失误的话,给对方就是一个滑的机会。 而且给自己造个麻烦。 所以从这个来讲,上去就把球发过去。 然后呢,这边要抓防板。 lists。 顺便把球发过去,然后加强来马。 中国队也换人了。 4号,4号刘雅南上。 1号呢。 主要是加强后排的防守。 准备打防板。 这罚的可以 来 拍机拍的就好 好 机会抓住 这罚的也可以 我觉得这罚的也可以 调球 二十五比二十三 工作机组台拳队先上了第一局 这局比赛应该说打得很精彩 对 这局应该说打得比较精彩 比方都是咬着上的 没有拉着特别开 从中国队来讲开始打得比较谨慎 美国队打得比较放开 他对中国队的研究 我觉得研究得比较细 打得一板一眼的 到最后二十分以后 中国队打得比较果断了 特别是最后一个冯昆的掉球 那个球如果说他要传的话 就难度很大 所以他就顺势就掉过去了 处理得非常得当 赵地已经给大家做了非常兴趣的分析了 对彭坤那个队员我们向大家说一下 他是主二款 也是全队的一个进攻的组织者 所以他在发挥好坏 对全队影响是非常大的 对 因为他是灵活 二圈是灵活 观众朋友 刚才我们向您介绍了第一局的比赛 第一局比赛是非常精彩的 赵地已经给大家做了很详细的介绍 在第二局的比赛里面呢 这就看双方的这个心态 和技战术的发挥了 在第一局的比赛里面 中国队扣球是得了十四分 扣了三十三次 成功率应该达到百分之四十二 一团是百分之六十 中国队拦网 是得了五分 拦网还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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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说得五分不少了 不少了 中国队在这局比赛里面 发球每多分 好 我们再看看美国队 美国队在这局比赛里面 再看看这个 对方十五十四个六分 好了 请大家先看球吧 好 那就得很好 一号王一枚 拦条 哎呀 每个队伤人拦网 这个美国队这个蓝网抓的 时机抓的比较好 是啊 但王一梅这个线路 我不清楚 他就稍微再变一下就好 美国队十号格拉斯 和二号帕克 和二号阿鲁达 两个人双蓝网拦住 这两个队太高了 嗯 所以他美国队的蓝网 马上高度很高 是 我们一定要打快 不打快的话 就是说他不太容易通过 是 美国队应该在正常之间发挥的比较正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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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不大 但线路 线路好 哎呀 王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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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梅这个手脸挺高的 是 嗯 在今天在这个比赛之前呢 训练的时候 我们也采访了王一梅 王一梅说 昨天的比赛应该说打顺了 今天这比赛同样要发挥过自己的水平 快球 二号 这个二号快球达的比较快 对的 三十五岁 嗯 所以他很有经验 你看他是侧身 嗯 侧身打的一个转体球 嗯 好 开车 哎 这像赵蒂所说的 在比赛里面 中国队必须把战术组织起来 对 不然这个美国队篮网非常凶啊 大家都知道 美国队是这几个队里面 篮网最好的一个队 他的经验 他的高度 和他的这个 起跳点 你自己自己配合 所以你必须要把战术打出来 要干扰他的正常篮网 哦 哦 好 这差机会 快接起来 哦 这就比较聪明了 就是都是经理篮网的时候 你二船突然突然袭击一下 这是经理辅运居部的 这是经理人们的 是经理人们的 往后的 我们可以一直打建 就看 现在我们向大家介绍的奥运队女子开机的小鼓赛 也就是A鼓的一场鼓赛 在目前为止这个小鼓里面成绩最好是古巴队 这个昨天我们也向大家介绍 还在这个下面就是中国队日本队美国队波兰队 这几个队的成绩都目前都是相同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的胜货 对于中国队获得的小鼓名次是很重要的一场比赛 而且还是三号 三号帕克是进行二团 进行二团他在二号位进行多一些 所以在来二号位的一般来往不是很顺手 所以他这个成功率还是蛮高的 这是在这局比赛里面美国队失误送了第一分 你看他那个帕克他也不接球 他也在后边 老师让那个自由人一接 这失误的有点 王爷爷他就失误了 所以没抛好球应该让他落地球 你看这两个队的打法都差不多 咱们这个王一梅也不是一团的 对 他都在那角 都在那角 所以说主要是靠中间的自由人和两边 周周红那边保着 你看周周红变得比较多 对 这个保护打得好 哎呦 联机了联机了 近日中国队在这局比赛里面输出了第二分 现在双方打出五平 接外 上队还是都在拼发球 都在拼发球 因为他两个队都都在打快攻 打快攻必须有一团保证 所以说你发球上面给他的压力 打不了快攻 就是踏踏实的拦网 打高球 你踏踏实实的 你给对方压力了 他就会失误 你让他打碎了 他就很清楚 对方都不错 看投球 哎呀 这球没哭得好 这是薛明年轻 他就是没想到他这球过了 对 这球有点可惜 这球一进一出等于两分 是 在底线调球 进入战里面 中国女子排球队平均年龄25岁 平均身高1米85 六名上场队员的平均身高是1米88 平均年龄是25.6岁 美国女子排球队全队的平均年龄28.4岁 那相当大了 平均身高1米829 六名下场队员的平均年龄29.8岁 平均身高是1米858 他现在在网上下有2米的1米8.6的1米8的 1米88的 对 但他就是有一个二船给拉下来了 23172 他厂上年龄比较低于我们大多了 所以他年龄大呢 一个人经验比较康复一点 诶 发球好 诶 发球好 诶 发球得分 所以我们发球一定要抓好 因为美国这台异团本身它是在整个技术里边异团上是弱的 对 李俊 哎呀 好的 三个人拦网都没拦住 他这个打得非常斜 因为他跳起来以后他有点痒 完了以后再打对手打得挺漂亮的 三二拦网都三二拦网高度很高的 李俊已经回了两分了 好 到现在为止啊 这美国这事物送的中国这四分了 回应了 他一定会 ότι有很实际的 那他这一球扣得很好 他很有经验 这并没有使劲的下重量 过去薛明他是转到天津 所以和魏秋月的配合比较多二船 和冯坤不是很多 那么这段时间进行磨练也逐渐熟练了 美国队的组织比较好 牵制了一下 然后给消耗再消耗了 这里边保护得不错 先来看美国队防守板机 美国队他指导视像是不失误 所以说他队球打个发力 对 他们队球打得很稳 所以招地地球美国队节奏也很好 不着急不慌 防起来 然后调整 找机会的反击 能打快攻打快攻 打不了快攻然后打调整 对 孙老师非常清楚 孙老师也可以当教练了 他就得翻了 这个球是不开出的 因为旁边测的太开了 他应该先接把球再往外测 他在这段新的比赛里面 从出的数字来看 中国队一旦到六还可以 百分之六十三 这个进攻的成功率达到百分之四十五 关键是我们来往不好 我们来往不好 来往没怎么拦着他 然后呢让他进过扣死的那边 再一个呢自己有点发愣的那个球 是 你看刚才这一传不好 就是好像没想到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在场上 就是这个没连接起来 所以这应该是看连起来 对 就打得更差 一传就还是到位的 到位 啊 太重了 你看这个周四红呢 他本来这个球啊 就是说三号北方过跑 周四红应该是打背交叉的 对 周四红稍微测一下 然后再再再原地打 所以说他每个队的篮网 就是犹豫了一下 就下球了 哎 这就是快攻组织啊 快攻组织不但要快 而且要多点 对 有变化 让他抓不着 这个机会 对 一号王一梅 对 王一梅 王一梅以为对方上来篮网 然后往边上一抹 想打手出界 这个球人家没 谁能打 王一梅呢 他就是 他因为对于 他对于年轻啊 就在处理这么小球上面 就是说小技术上面 他还是有点脱操 不过没关系 他有潜力啊 是 张大姐休息的好 哎 每个队三号和七号 每个队三号和七号 涮涮网把球拦住 现在每个队把土边要出界 追了上了 12比13 王一梅应该 应该这个 哎 弹得巧一点 对方篮网很高啊 这段时间我们有连着食物 13平 13平 你看掉食物一个 背篮一个 扣施一个 这三个 连着三分 对 现在中央队食物送对方四分了 就刚才招地说连着有三分 另外还一次 连着四分 所以中央队的食物比较高 美国队美国队在记得是一堂到位率并不是很高 他达了36% 好久 你看他房子很拼 房子好 房子好 他房子好很拼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一定的快空结合起来打 对 对 在换人 三号是阳号 因为阳号能打平拉开 对 对 他一打平拉开以后把篮网一扯 这就好了 要不然他两个人对着那儿 很 一二三 心理练着 来得很舒服 对 阳号在奥运会之前一直 这个美国队也是打一个二号被打进来 对 打进来这一球 成功 十四平 没得给篮网好 这个机会是吗 超级 别打击别打击 你看他篮网都很紧 是啊 哎 15号有经验 这像赵地讲的 篮网都非常有经验 美国队 我们向大家介绍 这个队呢 也很全面 特别在郎美教练呢 挺指导下 他们的网上篮网 这事件是突出的 另外一个呢 他的防守 这张地讲的给大家介绍 蓝防守 这个是蓝防守 这个是蓝防守 但是他这段时间 就非常辛苦 很具体打的 然后这两个球打得很苦 打得不错 15-0 因为他现在呢 盯着你快攻 然后再追着你去色号为蓝网 因为他还是有难度的 所以我们要坚持这个打法 快攻要打一下第二下 就得好 所以二队在分配球上呢 对一个 拱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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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16比15 中国得领先一分 对一个 检查 对一个 对一个 拱拱 拱拱 队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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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开心 这个打得非常清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觉都好像是 转发少一点 我觉得从这个来讲 那也很正常 可以打一个过渡 现在不要着急 还是真打自己的快攻 那么第一点 第二点 先会想来打 现在打过渡 这个我觉得要加拿保护 因为你现在来往比较高 来往是军中受阻 那保护的能力打防反 打得耐心一点 在地区比赛里面 双方各送了4分 中国队这个自由人呢 张娜今天发挥的相当的好 她也是满身带伤 去年10月26号 刚做完手术 1月26号就参加了队里面的训练 她自己也决心呢 要到奥运会上要拼一下 这个抓住这个机会 有人把球发好 然后抓蓝王 你看美国队打快也是非常快的 是啊 这一球我们蓝王走刚起来 她就打下来了 现在19比17 美国队你去 美国队蓝王好 美国队蓝王好 她现在来我被快来得非常好 打球 对 中国队在发球上 我觉得还是要给美国队一些压力 嗯 因为她给她调动起来以后 她一弹她到位就逼着打强攻的话 我们蓝王应该还是可以的 是 她打快过我们就很难蓝了 10号雪明和7号专宗龙 这一球没有拦住 现在是20比18 美国队领前两分 7号专宗龙 2号位 2号位 2号位行动多分 现在6号换7号 总要是加加往上 因为中速可能是往上高度 还不是那个 虚拟 虚拟 虚拟身高1.96 1.96 这10号格拉斯 格拉斯 这个队员呢 她是23 在升到1.88 弹掉好 进攻有力量 现在格拉斯打得很成功的 很成功 就10号格拉斯 她进攻力挺高的 所以我们对她的蓝王 还没有抓的那个什么 因为她今天进攻点比较多 10号格拉斯等了5分了 现在是20比21 我得多合一分 这样赵瑞要上来了 我们现在这个战士 就是说 太球掩护 皮拉开 这个 包换成蓝王 这厉害 这他开网 这球都比较蓝了 22比20 这他们扣的还是 这老队员是有点惊艳 这个队员技术很全面 因为他打过下筷子 下 抓他 这个防守反击 哎呀 反击多快 切换 哦 打在这边 打手 所以美国队今天打得很活跃 很积极 我觉得中国队你不要着急 可以一板一板打 要打好每个环节 快攻 敌传要接好 反击 要注意调整 所以我们是打平址的 所以刚才那个 赵忍也现在没扣到球 他脸就签字的蓝了 对 抓机会 反击 好机会 哎呀 这球被蓝了 这球打的是脸强了 脸强 哎呀 这球被蓝了 24比21 这恐怕是这鱼里面比较关键的英雄 对 这个球呢 就是 因为现在他们听到人也真的不邀请 对 他可以去掩护 然后那个那个拉出去打就可以了 所以美国队到赛点 24比27 现在美国队领先三分 15号汤姆 接外 这是美国队在这局比赛里面 数损了6分 美国队领先说换人了国号 这是另外一个自由人 是拉上 他实际上不打自由人 但是呢 他是加强后排防守 他本来是双自由人 双自由人 将来奥运会完了以后啊 这规则就规定要有双自由人 哎 就快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7号消费 而且速度快 25比22 美国队胜了第二局 这样双方在前两局里面打成一平 下面要进行第三局的比赛 我们再请朝地把这局比赛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评估 我们再请朝地把这局比赛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评估 所以说这个从这个来讲呢 就是对中国队的来往来讲也是造成困难的 所以从这来讲呢 我觉得中国队还是要不急不躁的坚持打自己的东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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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 第三季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场比赛确实是扣人心血 我们确实希望像郎平见到我们所说的 咱们把奥林匹克做成一个舞台 让大家在这里进行充分的展现 来展现我们世界排球技战术的发展 来展现新生力量的成长 这个过程是一个享受 短命贷 十号决明 对 这是个尖子打快球 然后发好球 二号 这二号阿鲁达 他打了一个前快 前快球 美国队进攻 不管是快球组织进攻 和他的这个强攻来讲 他的成功率很高 对 因为他今天打得很清楚 所以说这个对中国队拦网来讲 他就是造成的压力比较大 所以在拦网上稍微时间错一点 他拦不着 你看他的拦网又很积极 他三号军挑战了 哎 就这样的拦网 咱们多拦比赛就比较好了 所以在网上次领球一定要清楚 是 现在中队2比1领先 专队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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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掉反击了 对 这球反得好 他就是已经注意到那个角度了 是 因为这个死角 就是一般防守队员不太容易起球的 所以大家看看防守反击 他几个环节组织 防守好了以后 然后你反击就好啊 所以王妮娜这球打了 啊 啊 你发球 在这个赛之前啊 他和教练共同说 发球要发出自己的水平 要鼓动 要大胆地冲 确实发球得冲啊 这美国队的 美国队快污了 我总是觉得很凶 对 现在 我们在美国队现在才四个一页 美国队就要转停了 因为从他来讲非常准确 而且抓得非常 他就是不让你连续的打算 所以郎妮娜从这个来讲 他是教练还是没有聚业 是 虽然看比分就是四个一 但是他就要求斩丁 那么主要是不让你 就是说连续的 对 对 连续的 然后研究一下对策 所以从我们 从周围队来讲 这个斩丁 它虽然破坏了你的节奏 但是呢 我觉得应该 就是还是把前面找出来 接着找回来 就是发好球 然后呢 再砸黄板 你看这个球就是从两个手中 来往两个手中键露出去的 是 现在这个在设计一顶线 这个时间就是蓝黄清索 蓝黄的两个 对 扣球这两个 发球这一个 发师和对方 现在是5比1 一看没有到位 好 机会机会 你看这种机会球就是 说一个声 大标都干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每个电子 防守意识很强 防守意识很强 不然这个球没有 哨声没起 它在拼命的救 那如果这球没有打到 第二半的话 这个球可能就救起了 就是15号汤姆 现在中备的61点赛 对不对 就这么打就很清楚 就是我放好球 然后断防板 周思虹啊 周思虹 防得好 打一个没关系 就像赵地所讲的 这世界墙内 打几个 打你几个 或者很干脆 很正常 所以这时候心态 一定要稳定 三号 这个是三号 是哈利福卡车 他这个扣球呢 力量到这个球 力量不是很大 他点拉得很长 点拉得很长 所以说 你忙也没有蓝 他不是蓝的路线 不对 接位 哎 在看没看 你记得 可以 可以再看一下 这个球 现在就是说 每一个技术环节 都要抓紧 要缓缓紧 后 发球 篮马 防守 进攻 哎呀 发球数 现在让张地车 讲的 这发扣篮电传 这些环节 不能够 不能够丢掉 现在要 一分一分的算 要一分一分的算 两点跑动起来打 好 从本里头 都统认得好 现在8-5 比 这段时间的比赛 中国队应该说发挥还是比较正常 对 应该打 但是我觉得还是还还可以再打开一点 打开点 虽然是打的 后面都成功了 但是那个我觉得情绪还没有完全的打正常 就是节奏还没有完全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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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很对 对 这美国队大家都知道这是世界强队 和中国队在奥运会上就交手很多了 特别是八四年奥运会 那时候我们这是二十四年前 转播这中美的排球比赛 美国队的许多队员中国都很熟悉 像海曼克勒克和林 费克尔 不得克拉 克拉吉米尔 马杰弗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所以美国队是有传统的 它是个世界强队 2号是温哥比,今天升高是1米80,27岁。 2号是温哥比,今天升高是温哥比。 现在是9比5,9比5中卫队领线。 1号是温哥比,今天升高是温哥比,今天升高是温哥比。 1号是温哥比,今天升高是温哥比,今天升高是温哥比。 1号是温哥比,今天升高是温哥比。 所以美国队今天打得很放得开,他敢于发挥自己。 现在美国队组是反击了。 1号是温哥比。 机会来了,平拉开。 10号是温哥比,这球打在三米线里边。 所以他打得也是拉开分球打得挺多的,我们这个手没照得住。 用的时间主要是拉球这两分,这帮扣球这两分。 因为说你看,头五分,9比5,连打个小分。 我说他现在节奏不是很稳定,他有点乱。 本来那球可以稍微稳一下垫的,都急急忙忙垫,所以这个节奏老缓不过来。 再一个我觉得还要改一用技术,改一放开打。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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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说美国队他现在打的一个,一个是郎平教练,他对中国队自贞自骨。 在一个美国队间打球确实有激情。 他们刚才发球续剑,这是美国队在这局比赛里面送中国队的第四分。 15分对中国队第四分。 中国队10币,10币就要领先。 这比分确实咬得很紧。 慢一点,慢一点。 好,就三人拉好。 对了。 7号张东宏,7号薛明,7号李健,三个人来往。 这一张招对方讲的慢一点。 不着急,你看好他这个时候再起跳。 早也不行,晚也不行。 对,一定要起。 拉肚子。 加拉斯掉球。 像这样的,进攻队员,进攻比较强的,他掉球成功力有越高。 为什么呢?因为他冲球有力啊,防他中球了。 对。 所以他这突然袭击一下,是成功率比较高的。 所以他打得清楚,不清楚的时候他就没这个了。 所以说运动员,来。 关停。 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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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 出了,出了,出了。 出了,出了,出了,出了。 这个就是比较积极,太积极了呀,而强。 强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每个队的15号,这15号报恩29岁。 这个队员的1米91,身体素质太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抓好发球长反。 这个就是可以看出排球的节奏。 因为他的11号才1米72,所以说在组织上前面快球也控一下,拉给4号被打。 反正就从11号就这样打,因为他说别人是弥补不了。 。